来 掌声有请我们八位晋级挑战者 回到挑战席位 一呼的最强任务 后续的竞赛环节就变得 味道会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 今天挑战的第二关 一眼变尸 挑战规则 这一关只有三个晋级席位 八个人当中将有五个人 在这一关直播 每道题有嘉宾 从诗词库当中 任意选出五首七言诗 然后在每一首诗当中 各选一连 这样的话就有五连 这五连诗句将被随即打乱 填入五乘以十四的方格当中 挑战开始以后 每一列文字 将会以一点五秒的速度 依次消失 每答对一连诗就可以得到一分 但是一旦答错一连 其余的挑战者得到一分 率先达到五分的挑战者 将晋级到下一关 当有两位挑战者成功晋级以后 挑战难度将会升级 每一列文字 消失的速度 由一点五秒 缩短到一秒 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功夫 你就要从打乱顺序的诗句当中 找到它对应的正确的答案 七十个字 不间断地消失五个字 关键是它一边在消失着 对 你还得就你自己在脑海当中 曾经记忆过的那些字 对 有可能是组成一连诗 对 就感觉它要开启两块屏幕吧 对 一心二用嘛 对 一心二用 不仅如此 挑战者还必须要确保 自己的答案是正确地再强达 不然一旦答错 就给对方加分了 接下来 有请挑战者黑戴眼罩 请挑战助理 帮挑战者检查一下 眼罩佩戴情况 最主要的考验就是 这次的储备量 还有就是你对这个字的 一个敏感程度 这点是比较难的 你的失误会为别人加上分数 如果自己不确定 就强达了的话 其实对自己 还是非常不利的 一眼便是这个环节 可能自己这个年龄的原因 不得不承认 对于我来说是挺难的 第二关我还是比较紧张的 主持人已检查完毕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 三位观战间的嘉宾 到现场为我们出题 每首十选一连 您可以同时选 谢谢三位 请回到观战间 就座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现场的挑战者摘下眼罩 试音一下现场的光线 这一轮的挑战非常有意思 规则同样非常严苛 大家如果答对的话 自己加一分 但是如果答错的话 你身边的每一位挑战者 都会因为你的错误 而加上一分 就相当于退后两分 对 所以各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我宣布第二关 挑战开始 这个确实有点期待 一起看 好 已经有人抢到了 静齐章 我看出了一脸 可见摇驰碧桃树 碧桃红甲一千年 静齐章 这一脸答对与否 请给出评判 静齐章 现在还是中南采金大学 管理学大二的学生 从高中开始 大量积累诗词 一直坚持背诗 到现在 应该没有问题 可见摇驰碧桃树 碧桃红甲一千年 可见摇驰碧桃树 碧桃红甲一千年 出自唐代大事人李商颖的石榴 碧桃连眉而出 深探人间红颜意识 唯有深藏于心底的 真诚与美好的情感 才真的可以做到 碧桃红甲一千年 祝贺静齐章 拿到一分 静齐章齐开得胜 拿到一分了 厉害厉害 这些字感觉打乱 放在任何一句里都可以 对 没有那种特别定位的字 这道题刚才还有四连诗句 隐藏在刚才的屏幕当中 还有谁看到了其他诗句吗 现在可以继续强答 海亚轩 三千公女胭脂面 几个春来无泪痕 来看一下答案当中 是否有此诗句 回答正确 下一分 其实他们的方法 是在转瞬即逝之中 迅速找到一些 自己相对熟悉 或者是诗句当中 比较有特点的关键字 从自己打脑海量诗诗库当中 急速搜索 快速锁定对应的诗句 静齐章和韩亚轩 现在各得一分 还有三连诗句 可以继续强答 黄书明 我的答案是 长雨北望浮云堆 沙马登堂记几回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当中 是否有此连 回答正确 下一分 好快啊 二人很熟 只要看见有一个字 闪一下 他就知道是这首诗 这连诗呢 是出自唐代著名诗人 王之焕的梁舟词二首 齐二 很多人都没背过 齐二叫做 这首诗呢 写了唐朝军队的神武 国力的强大 是他写的齐二 所以这个题对大家来讲 是有难度的 其实书明有一个 很特别的背诗习惯 就是他喜欢边写字边背诗 那这样的方式 据他讲说 让他对诗词的记忆 更加深刻了 黄淑敏现在也拿到了一分 还有两连 继续抢打 静其章 又是静其章 春风逃离花开日 秋雨梧桐夜落石 来 看一下 静其章的追连诗句 是否在正确答案当中 他如果错了 他们其他人就要加分 对 没有 无该诗句 你看他还是没有把握 很遗憾 韩亚轩 黄淑敏 因此获益 各得一分 殷银行 朱丹 碧凯 胡彦晴 求将你们开张了 有人送分啊 真是雪中送炭啊 有人楼上仇 还真是 但是静其章 但是静其章 你给自己一下子 拉来了几个 同得一分的对手 而且一下子把韩亚轩和黄淑敏 送上了两分的行列 你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有点堪忧 古典诗词当中呢 它往往有些像类似的词语词句 或者是用意象 这些词语出现的时候 其实互相之间都有干扰的元素 往往具有极强的误导性 对一个选手来讲 他要精准地判断这些字句独立的意义 并且把它还原到一个正确的诗句上去 其实是很难的 这也是挑战不可能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所在 对 对 目前还有两连可以继续强大 好 吴彦琴 胡警官 分将月出大低评 低少女郎连妹行 来 请看正确答案 祝贺 胡警官 拿到一分 胡警官现在也拿到了两分了 现在有三个人得到两分 韩亚轩 黄淑敏 吴彦琴 此题还有一连词语 继续强大 好 所有的诗句都已经闪现完毕 确认没有人能够再答出这一连了 是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草色 青青柳色黄 桃花 利乱 李花香 大家都没有看出来 是吧 闪现的速度太快了 好 相当不错 经过这一轮之后 目前三位得到两分 其余的五位各得一分 有几位的分数是静奇章 非常大方送给大家的 静奇章这样的好人好事 还可以继续 还可以继续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关 第二轮的题目 请看题 胡警官再次恩下抢大剑 复姑消换玉残剧 前看中庭 枝子花 来 来看正确答案 是否有此连诗句 祝贺胡警官 哇 闲看中庭 枝子花 出自宇过山村 是中堂的著名诗人 王健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 诗的意思是说 庭院中的枝子花 因农人过于忙碌 而无人欣赏 这是用花的咸 来反衬农人的忙 整个的诗篇描绘了一幅 清新秀丽的山村农忙景象 胡警官作为一位老将 开始发力了 率先得到三分 如果他再能答对两道题 得到五分 就能率先晋级了 各位要加油 还有四连继续抢大 韩亚圈 春红秋子绕池台 各个圆如济世财 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菊阳梅次第心 这些挑战者真是实力非凡 一分一分的快速积累 场面非常浇重 今朝放荡 丝无涯 我们来看第二关 第三轮的题目 羊花落尽紫龟堤 闻到龙标过五夕 山阴道士如相间 英血黄亭换白鹅 同座竹臣均更远 青山万里一孤舟 百转千生随意移 山花红紫树高低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案 是否有这一道 回答正确 韩亚轩再得一分 今天其实我还特别 看好亚轩的 这是因为我会觉得 他小小年纪 首先他自己的储备量到了 对吧 还这么沉着 感觉还是很淡定 很从容的 但是我还是支持胡警官 虽然现在这些年轻孩子 已经开始发力了 把比分追了上来 甚至韩亚轩反超胡警官一分 但是我还是相信 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这道题目答完之后 目前的排名 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韩亚轩又朝着晋级 迈进了一步 目前得到了四分 剩下的胡彦琴 静其章和毕凯 各得三分 黄树敏 球江 殷一行各得两分 竹丹仍然还是一分 我心里有一点为他着急 现在的形势对韩亚轩非常有利 他只要再拿一分 就能率先晋级了 当然后面三位三分的挑战者 也还有很大的晋级希望 好 请继续强大 好 毕凯 一上高城万里愁 兼加杨柳四听周 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一连 现在可以说是韩亚轩的赛点 如果毕凯答错了 其他挑战者将会加一分 那就意味着韩亚轩将得到五分 直接晋级 如果他答对了 他将和韩亚轩打平 都是四分 无该诗句 幸福来得太突然 祝贺韩亚轩率先晋级 晋级了 最小的那个是最厉害的那个 对 这才是真正的后浪来了 人家刚刚是最后晋级的 这一关人家是最先晋级的 哇 亚轩棒棒了 毕凯这个好人好事做的 一下子送了一个晋级的 然后一下子把胡彦琴和晋七张 也送到了晋级边缘 形势现在非常紧张 因为已经有两个四分的了 只要其中有一个再得一分 难度马上增加 到底形势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就看接下来这道题 好 球将请回答 春寒不定斑斑雨 宿酒难尽 艳艳碑 正确答案 请显示 回答正确 你看刚刚那个诗剧里面就有酒 自古以来 其实酒和诗的关系 真的是密不可分 对对对 日暮醉酒归 白马交且吃 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生后千载名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很不错 对 所以你说 如果说这些诗人 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 然后看到这么多 喜欢他们诗的朋友 然后再来 以我们的这个孟之兰 孟六佳来注注信 可能就能够创作出 更多美好的诗篇 对 拿酒来 或是江出换美酒 球将拿到一分 进入四分了 现在有三个四分 三个三分 一个两分 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回如果要有人抢答错的话 三个五分 三个人去争嘛 他们再抢一下 他们再抢一下 必须有加赛 来 继续抢答 好 这道题 黄淑敏请回答 小敬 淡愁 云并改 叶银 英诀 月光寒 看一下 正确答案 四分再加一位 黄淑敏也得到了四分 竞争越来越激烈 已经有四个人 拿到了四分 只要他们当中 有一个人再答一题 就可以晋级 我觉得现在心理压力最大的 还是胡警官 因为他现在 还是跟实力很强的 年轻选手分数相同 看来想要杀出 重为晋级不容易 来 请继续抢答 英语航 相逢女馆亦多为 沐雪出情 侯燕飞 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一连 没有吗 现在有四个五分了 那毕凯 英语航 朱丹三个人 就淘汰了 一下子有了四个五分 你看四五分要加赛 我们的晋级名额 只有三个人 而且在这四位当中 我们要率先 先决出一个晋级的名额 所以在这四人当中 我们要加赛一题 看看四个人 谁能率先晋级 大家心里就比较紧张 球江和胡大姐 都是实力非常强的选手 眼看着大家把比分都追平了 心里有些着急 这一大题很关键 看看胡警官能不能晋级 接下来我们会给各位 呈现一道新的题目 请出题 好 禁其章 长段江春玉尽头 战离徐步立方舟 来看一下 禁其章 这道题能否让自己 第二个禁其 禁其章是继续 好人好事呢 还是把自己送上一程的 看正确答案 有没有这一连 祝贺禁其章 紧随着韩亚轩 禁其章也进入到了 禁其行列 请入座 第二个禁其 各位 随着两位晋级 我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 难度提升 现在 个联失聚 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 将由1.5秒 变成一秒 时间更短 速度更快 对各位的考验 会更艰难 一秒 捕捉关键字信息的时间 太短了 同时还要联想消失的信息 找到对应的试据 实在太困难了 请看题 好 球将 花石同罪破春仇 罪折花枝当酒仇 看看有没有球将说出的这一连试据 请看正确的案 可看 难不如又在比刀了 这怎么办 球将很遗憾 差一步 因为球将答错 断送了自己晋级的可能性 所以你把机会 留给了胡彦晴和黄淑敏 因为你的失误 他们两个各加一分 目前胡彦晴和黄淑敏 已经是六分了 球将太遗憾了 现在最后一个晋级席位 就看胡彦晴和黄淑敏 谁能杀出重围 白热化了 他们自己这个年龄的原因 不得不承认 反应能力上 确实是逊色于年轻人 请看题 胡阿姨加油 胡阿姨加油 黄淑敏 我的答案是 信有威隐可乡辖 不须谈判 共精尊 你确定自己能够晋级吗 我确定 如果你出现失误 胡彦晴将直接晋级 是的 这就是我的答案 来 看一下正确答案当中 有没有黄淑敏说的这一脸 不然很紧张 祝贺黄淑敏 拿到了最后一个晋级席位 请入座 很遗憾的是 胡彦晴 胡警官 在和黄淑敏最后的较量当中 稍微慢了一点 像胡彦晴 他是新春盛典的挑战王 殷遗航是诗词大会的冠军 那这些实力超强的挑战者 都止步于此 可见我们今天挑战者们的 整体实力 太厉害了 眼下 为挑战者将要遗憾地 离开我们的挑战台 胡警官 两次站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是我一生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刚刚过去的一段时期 对于公安工作来说 是非常繁忙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能够站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本身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挑战 今天虽然止步于此 但是这一次来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不需此行 我想说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祝我们大家友谊长存 诗情常在 谢谢胡警官 也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致敬 谢谢 这段时间辛苦了 毕凯 虽然今天再是离开 但是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和工作中 我将继续怀着我对挑战不可能的这份热爱 不向困难退半步 只向胜利天精彩 谢谢毕凯 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这次呢还是跟我爸一块来的 没想到结果是父女俩相继就止步了 看来我和我爸在狮子的道路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呢我不说多了 爸咱们回家接着背诗吧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月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我表现得还行哈 对 再见